深夜十分大批机车骑士在路边聚集 看到警方悬逻车到场 一群人不断嬉笑还拍影片上传 18地点在台中风源龚老平 近期就有不少居民控诉 附近出现青少年车距 深夜扰人清梦 警方寻见掉月监视器 找到三名在弯道压车的骑士 为了遏止高速骑程产生的噪音 让附近居民能够睡个好觉 警方也在每日夜间 在车去热点执行封闭式路检 其中举发超速三件 任意改装车辆九件 通报噪音车三件 但其中还发现了不少青少年 没驾照就骑车上路一共九件 警方也表示将会在这些路段 持续击查